腐败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是随和不容的 我们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同腐败现象做坚决斗争 我们党把民主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全过程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在防止腐败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使腐败存量在不断地减少 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 很多腐败贩子就是在新房举报 寻师寻查的个别访谈中发现的 大量腐败分子得到查处并不由着民主监督失灵 恰恰说明民主监督有效发挥了作用 我们坚信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民主监督会越来越有利 腐败分子在中国将没有任何藏身之地